森林的掩帝裡面 當一個地方被破壞的時候 這個叫刺激掩帝 然後刺激掩帝進來的先驅的植物 他的小孩子必須要 他需要有強烈的陽光 他才能夠長大 但是當他成林的時候 以低海拔的地方 他是相似樹林 這樣的一個比較常見的樹林 或者是山黃麻 或者是到了中海拔的刺激林 他們都有一個特徵 他們的小孩子必須要在平脊 跟強陽光的這樣的一個環境下 才能夠長大 當他成林之後 當他成林之後 他的小孩子落種在自己的樹林底下 因為特別的陰暗 他的小孩子就沒有辦法長大了 所以呢 這個刺激林 他進到這個破壞地之後 他透過他的根流菌 或者是透過這個樹葉 不斷的累積這些養分 讓這些養分 把這個土地整個滋潤下來 然後形成一個防護罩 然後呢 讓這個土地充滿了滋潤跟養分 再讓原始森林的植物 他的種子就飄落到刺激林 就是以中海拔來講的話 就是刺激林 這些種子飄落到這個刺激林裡面呢 再慢慢的發育 掩屁變成原始森林 多層次的一個原始森林 也就是說刺激林 刺激林它的陽性的植物 如果我們發現這樣的一個樹林底下沒有小苗的話 刺激林或者是相思樹 這個成林之後 慢慢會脆卻掉 就是說當它長成大樹的時候 因為沒有小孩子可以起來取代它 所以這一片的刺激林 當它長到大樹的時候 慢慢的會被其它的耐陰的原始森林的植物取代掉 所以這個是會衰退掉 當時國民政府他們就到了這個檜木林裡面 因為檜木的小苗需要強陽光 那檜木呢 它會長在 會在台灣這邊補天補地 也跟台灣的地震 還有崩塌 還有我們的河流的巷源侵蝕是有關係的 他就發現說 我們的紅塊的森林裡面 沒有紅塊的小苗 所以呢 這個紅塊就好像相思樹或者次陽林一樣 這個紅塊的森林會衰退 既然這個紅塊會衰退 然後就趕快拿來利用 不要等它爛掉 所以他們的理由是這樣子 那陳老師他就去 在很多的會議就講 他就說 如果紅塊的森林會衰退 會爛掉的話 早在2000年前就爛掉了 怎麼會等你國民黨來才爛掉 為什麼 等你來才 你才看到它會爛掉 它已經存在了好幾萬年 而且呢 就樹林來講的話 這個地方穩定了兩三千年 不是說 你講它會衰退 它就會衰退 但是呢 當時老師他還沒有找到足夠的證據去講 因為整個森林裡面的確沒有紅塊的小苗 的確沒有紅塊的小苗 所以呢 在很多的一些 這個觀察不是很充分的狀況下 這樣子偏頗的學禮就 支持了伐木派他們伐木的理由 後來 你看到的這個叫做一代木 二代木跟三代木 老師他不是秀了一個 他去那個 芝馬庫斯正希寶做的樣區有沒有 然後不是有倒木嗎 然後有標示哪邊有樹 然後樹的大角有多少 然後去還原整個森林的所有的狀況 然後再回到他的研究室裡面去做分析 他就發現說 當一個原始森林 長得很飽滿的時候 陽光灑進來 就像你在森林底下 他的陽光是很微弱的 但是呢 他的牌子需要陽光 但是在原始的狀況下 一顆一兩千年的紅塊 他會犧牲自己倒下來 當他這顆紅塊倒下來的時候呢 就會把其他的樹壓倒 然後壓倒之後呢 就讓這個紅塊的原始森林的陽光灑到裡面 灑到他爸爸或媽媽的身上 灑在樹幹上面 這個時候整個森林裡面 只有這個龐大的區幹上面有陽光 然後讓他的小孩子的種子 掉在他的爸爸或爺爺奶奶的身體上 他才有機會發芽 當他發芽起來的時候 就會形成這樣的一代木 二代木跟三代木 就是在台灣紅塊森林裡面 當他沒有崩塌的狀況下 為什麼紅塊森林在這兩三千年 他可以世世代代的傳承跟交替 是因為他的上一代或上上一代 犧牲自己的驅幹 倒下來讓他的孩子能夠 站在他的肩膀上 繼續傳承下去 這個是一代木 二代木 三代木 然後陳老師就這樣子 把這樣的資料 然後來做一個 說原始森林裡面 這個叫做破空 跟這樣的一個現象 然後來阻止他們去拔木 他們本來這樣紅塊森林 就可以世世代代來進行交替 不是你講的 他會衰退 但是我們來看 這個一代木 二代木跟三代木 那陳老師有時候就講說 這個一代木 看起來 看起來是人工的 怎麼說 如果要爛的話 應該是從底下開始 那怎麼會從上面開始爛呢 沒事了 我們走吧 聽得懂嗎 有嗎 聽不懂的 就是說 如果一代木 他在下面這個空洞 對不對 因為 會開始撫爛的 會從上面撫爛 還是從下面撫爛 所以這個是人性人工的造型 這樣了解嗎 走吧 有有有有有 他根還是會竄下來 欸 有有有有 他根還是會竄下來 他有連根 是